6月份以来广州正式掀开2020样城夜市夜间消费节 根据市商务局发布的广州夜间消费地图 打卡点包括了北京路商圈 沙面岛 广州塔等 跟随我们记者的脚步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记者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广州天河的商业广场 那么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 马上就要天黑了 那么作为广州最防华的中心商圈呢 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现在是人来人往 非常的热闹 可以说这里就是很多市民朋友们夜生活的开始 花灯初上 在郑家广场的附近各式各样的夜市陆续开张 借了不少路人前来购买 这也是年轻人每周必逛的好去处 主要就是这儿热闹一点 就是郑家天环这边 天鹅城 周末的话晚一点吧 十一二点或者是再晚一点 每次至少一千以上买衣服多 然后吃饭喝酒这些 根据广州市居民夜间消费习惯调查 有近八成受访者的平均月收入在六千元以上 大部分人均表示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参与夜间消费 晚上九点 接着来到了一集文化娱乐和商业绿体的北京路商圈 一辆珠江夜景游的大巴车正准备启动 承载着不少游客体验夜游广州的新期待 经过了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夜经济和夜生活这边都关闭了很久 今天也是带一家人出来逛一逛 看见了这个大巴车呢 感觉这个是非常好的 可以更能体现这个广州的夜景观的生活 我在家经常见到这辆车 就都没去坐 今天想坐一下 因为我看到这个有两层楼 除了购物 逛街 广州人爱吃 喂吃是文明天下的 在北京路的七楼之下 翻博着很多老字号商铺 比如创建于1956年的八珍餐厅 就以尖角吃鸣 如今还吸引着游客们先来品尝 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三十几年 从上面的北京路建文约红旁搬到这里已经有十三年 以前的高大街那里那些摆摊都很多人多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喊三点至到晚后的十点 的客人都有两百多人 不管是老字号里的烟火气息 还是观光巴士上的灯光璀璨 前广州正重启夜经济 这座千年商都仿佛永不落寞 愈发精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